十一位七五海之中 实力最弱的六个人都有谁呢 巴基排名第十一名 赏金只有1500万贝利 也是全部七五海中赏金最少的一人 巴基所吃的四分五裂果实 是所有见识的克星 鹰眼提起黑刀叶一顿输出 也未对巴基造成任何伤害 直接给鹰眼整不会了 巴基还是顶上战争最亮的仔 直播战斗完的飞起 还能轻松躲过黄源的偷袭 有隐藏战斗力的嫌疑 莫利亚排名第十名 拿着三亿两千万的赏金 一场胜仗没有打过 二十多年前挑战凯多 战败后伙伴被全部杀害 在恐怖三维帆船 对战路飞又是一场惨败 来到顶上战争 莫利亚被盛停一拳击飞 战争结束后 又差点被多夫朗明哥杀掉 两年后闯入黑胡子的地盘风潮岛 被与之溪流砍伤 莫利亚在被虐的路上还能走更远 第九名是威布尔 据说是白胡子的儿子 赏金达到四亿八千万贝利 已经打败白胡子旗下的十六位船长 黄元评价威布尔拥有 匹敌年轻白胡子的实力 但威布尔的脑瓜子不太好使 有没有黄元说得那么强 还需要更多的战斗来证实 圣平是第八名 赏金有四亿三千八百万贝利 在陆地上能与爱四五五开 身为愚人族的圣平 在大海中的战斗力会更强 驾驶桑尼号逃离Bipmont地盘时 圣平曾将四皇大妈鸡飞 来到鬼岛对抗百兽海贼团 圣平击败赏金五亿四千六百万贝利的福资福 之后他的赏金会增加到六亿贝利吗 第七名是特拉法尔加罗 联手陆飞推翻多福朗明哥后 罗的赏金达到五亿贝利 来到和之国对抗凯多 罗和基德联手击败四皇大妈 展示了手术果实觉醒 也是未来的四皇之一 罗的体力是弱点 经常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 还没展示过霸王色霸气 排名自然不会太高 第六名是汉库克 拥有霸王色霸气 赏金只有八千万贝利 前海军元帅战国评价过汉库克的战斗力 是一位非常强大的女人 汉库克的战斗并不多 被征召参加顶上战争时 轻松击败中将无数 来到马林范多后 看到老公路飞挨揍 轻轻松松击败斯摩格 七五海制度被废除后 汉库克很坚定地说自己很强 对击败前来抓捕他的海军非常自信 下一期我们讨论七五海中排名第一到第五的强者 鹰眼会是第一名呢